來看教育館 基盤頭一家的台議會 自頭公棋 他們全都找新港的 北官團 武宏憲來合作 利用小孩採取北官的歷史 民眾還可以親身來建造北官 北官的歷史作為M早 大家都覺得很開心 應該是大樓伯 因為他的聲音最大聲 就利用這個北官的音樂 來帶動我們小孩 學到北官的音樂 就用這個機會來武宏憲 教育館第一次的台議會 搖聲新港在地的北官樂團武宏憲 利用外本的方式來講小孩 如果適合北官的樂器 欣賞北官的音樂 也讓他們知道新港武宏憲的歷史 透過這個體驗的過程 就讓大家知道 台義在我們平常的生活裡面 也可以透過這個體驗的過程 讓孩子的認識到我們在地的文化 孩子來用台語 漢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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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漢 我們的法律就是要讓孩子可以用台語 不是只說生活中說一些簡單的東西 但是孩子也可以用台語耳地上 他們的企業都沒在說 都說國語 對 所以來這裡就是 都要學 武宏憲講 百多年來新港的法官 一直都是用台語來做團繩 台語圈的基盤 不然保留到在地的文化 也讓台語的合心增加都圓的力量 記者林肥貞 各集報導